大家好,我是南瓜 上次咱们聊了功勋的李延年部分 有不少同志留言说 看功勋李延年的时候 他有种看很老的主旋律影视的感觉 感觉很惊喜 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 我们拿最近另一个让大家还算满意的主旋律作品类比 也就是我和我的父辈里的陈锋单元 这个电影讲述了冀中骑兵团为了掩护群众 和前来扫荡的日军大部队英勇战斗的故事 这故事整体上还行 拍得有些地方拖沓 但剧本的亮点很大 难得的是在近些年富二代和土匪轮流当主角的抗日剧里 历史上纪律严明依靠群众的八路军行上 总算回来了 影片开头是穿着变装的团长马仁星 正带着战士们熟练的抢收粮食 在历史上 咱们的八路军也是这样帮老百姓干活 组织大家兼闭起眼 不给鬼子留一点东西的 马仁星团长接到了任务 是带着群众们转移 保护群众 日军步向了天罗地网 在骑兵团带着群众转移到根据地的途中 每走一步 都有战士为了掩护百姓牺牲 要把敌人的空袭从老百姓身边引开 有人用身体替百姓挡下了子弹 有人单枪匹马领着敌人的飞机进伏击圈 自己却被扫射 打中 落下悬崖 在去探路的过程中 汪正伟和神强手黄瑞不幸被敌人杀害 伤痕累累的尸体被吊在山崖上 暗示着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扛住了敌人的拷打 宁死也没出卖战友 以往的父子欣 都是讲父亲牺牲自己 保护儿子 但在本片中 马仁星却为了掩护身后的百姓 主动暴露自己儿子马成锋的位置 引开敌人 就在马成锋奋战牺牲时 群众也安全抵达了根据地 被马成锋救下了孕妇 也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 还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成锋 团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却给中国无数个新生的成锋 赢得了生存的希望 个人认为这个故事可以打气氛 可惜拍的时候 有的地方节奏太慢 不然可以更好 这故事里没有手撕鬼子的痛快 没有把敌人当傻子玩的喜感 每一次胜利背后 都看得到我军直战员的智慧和勇气 从风格上看 这个故事很像前30年的主旋令影视 大家之所以会喜欢 这种风格的主旋令影视 是因为近些年拍的主旋令影视 有太多拉胯的了 比如伪装者雪豹里 主角经常被设定为富二代 画着精致的妆容 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时不时还有风花雪月的故事 让我们这些现代人都眼馋 看多了这种剧 会让人觉得 抗战又这么舒服 那我上我也行 观众一眼就会觉得 这种故事看起来很别扭 不喜欢 是没有手撕鬼子的抗日剧 所以一到了出现 功勋这样的影视作品时 大家马上就会有一种 前30年主旋令又回来了 文艺复兴的感觉 而功勋的口碑爆棚也证明了 不是人民群众不喜欢看主旋令影视 而是有些主旋令拍的太差 不好看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以前我们能拍好的作品 最近这些年却屡屡拍不好了呢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俗话说 美人在古不在皮 一部电影 讲故事永远是最重要的 轰轰烈烈的大场面 特效 很多时候都是点缀 故事如果撑不起来 再好的特效 也会让人看得昏昏欲睡 而要讲好一个故事 就必须把故事的逻辑 人物做事情的动机 情绪讲明白 讲得合理 才不会变成神剧 比如有的主旋令片子 主角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是一顿猛冲猛打 对着敌人一顿突突突 就把人打败了 完全看不到战术 你把主角换成美国大兵 换成警察打头匪 故事一样收得通 而在以前的主旋令片子里 就往往会把战术细节 交代得很清楚 有一种手把手 交你打仗的感觉 观众在观看这种影视剧的时候 代入感很强 仿佛自己变成了主角 学着打了一仗 比如地道架里 就把地道的构造 画得明明白白 谁都看得懂 为什么我们躲在地道里 还不怕敌人烟熏火烧 为什么敌人找到了地道 也不敢下去 为什么在地道里 躲上十天半个月 也能正常战斗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军如何打埋伏 如何晃点鬼子 观众就很容易理解了 除了故事细节之外 那些故事里的主角 身世背景也都介绍得很清楚 人物思想转变非常自然 经得起推敲 观众很容易地把自己带入 被剧中人的情绪感染 比如姐姐妹妹站起来 电影全程 观众都在跟着女主角的视角 一路看着她 怎么被劳保欺骗 牵了卖身器 怎么被归宫强奸 当了妓女 又怎么鼓起勇气爆关 还被戏耍 所以观众看到 刚被解放军解救的主角 不敢袒露自己的心声 不信任解放军的时候 完全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态 因为她被欺骗 伤害的太多了 已经不敢信任任何人了 有了这个前提之后 观众再看到主角 被解放军的善意感化 慢慢放下戒心 走出自己内心的创伤 哭着站出来 揭露劳保的时候 会忍不住跟着主角 一起潸然泪下 这种强烈的代入感 是打动观众的关键 而且这些主角的 绝不会只图爽快 就让主角抛弃纪律讯 肆意成能 当时距离革命年代不远 大家对我们怎么发动群众 以若甚强的记忆都很新 你把主角搞成开挂超人 别说健在的革命者 台下的观众都会笑话你 举个例子 红色娘子军的主角乌穹花 她本是当地恶霸 男霸天的女奴 几次逃跑都被敌人抓住 被男霸天打得皮开肉感 浑身都是伤疤 所幸党代表红长青路过当地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乌穹花 参加队伍的乌穹花 是不是一上来就成了革命战士呢 并不是 故事专门设置了桥段 展现乌穹花的转变过程 一天 连长派乌穹花和浮红连 去侦查男霸天心胸的碉堡 为解放夜灵寨做侦查 一听说有打倒男霸天的机会 乌穹花欣然前往 可这时的乌穹花 勇气和仇恨有余 斗争的觉悟和策略却还不够 他在埋伏时 正巧看到了过来上坟的男霸天 一看到男霸天 他就恨从心投起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一边愤怒地说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一边连连开枪 结果他不仅没打死男霸天 还惊动了敌人暴露了行踪 看到仇人想报仇 是人之常情 看到这里不少观众们 在情感上是支持乌穹花开枪的 但又得让大家明白 像乌穹花这样莽撞 不顾纪律是做不成事情的 所以在电影 党代表红长青 不像现代电视剧的 那些正宫干部那样只会念经 反而给了乌穹花一张中国地图 穹花 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 在这儿 你看 这么小啊 你再找找我们耶林寨 那哪儿有啊 是啊 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 多大呀 可是到这上面 连个影都没了 穹花 你想一想 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 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看见乌穹花已经有点明白了 红长青一边砍椰子 一边讲起了自己的绅士 他说自己小时候随着父亲走船 小小年纪就风里来雨里去 结果后来父亲被反动派害死 母亲双目失明 要论对地主恶霸的仇恨 他一点不比乌穹花小 可红长青却没有违背纪律乱打一起 哪一个无产者 都敢点一把火 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 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 把旧社会烧掉 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 整个的阶级 能向工农群众讲明白道理 要求别人的事情自己能先做到 还能证明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这就是我们当初能动员那么多穷人 心甘情愿跟着组织一起打天下 还能保持顽强的战斗意志的原因 能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 作品怎么会不逻辑自洽 怎么会不打动人呢 在红长青被南霸天杀害 牺牲后 无穷花在战斗中不断成熟 慢慢挑起了队伍的大梁 他有条不紊的建设着根据地 带着战士们和敌人不断周旋 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不再是轻易打草惊蛇 而是娴熟的侦察 组织军事民主会 大家一起讨论进攻计划 最终在大部队的协助下 大家一起攻克了夜灵战 解放了当地群众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问世后 被改编成小说 电影和芭蕾舞剧 成了当年家喻户晓的重磅IP 这个故事有多成功呢 微博著名公职陈丹青去美国后 在他一篇文章里 当他形容自己在异国他乡 乍一看到红色娘子军的海报时 第一反应还是不由的眼前一亮 几乎一枪在手 怒目原真 美前卫 能让恨国党都挑不出毛病 可以想象电影的艺术性是做到多好 这样的故事不是孤立 还有红灯记里的李玉和 英雄儿女里的王晨 地道战中的民兵 纵观这些主角的影视 他们的主角身上无一例外 都有穷苦人民翻身解放时 那种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生活的意愿 与此同时 他们又清楚地知道 自己到底是为谁而战 家国情怀和个人目标是统一的 再加上纪律言明 恪守职责 所以他们的故事 不仅不会让观众感到反感 反而会很容易打动观众 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笑 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 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 那个革命年代 共同记忆的逐渐远去 这些原则都被我们慢慢抛弃了 在2005年上映的《让剑》里 楚云飞说出过这么一段台词 类似的 那个时候网络上还很流行 说什么内战无英雄 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了解民国的人不仅要问了 民国都到了人要吃人的地步了 这个国家的利益 到底说的是谁的国家 难道在日本人侵略我们之前 中国社会是一个各阶级相亲相爱的天堂 只要把日本人打跑了 大家就都过上好日子了 国民党屠杀红军和根据的老百姓十多年 那个时候怎么不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了 怎么不说抛弃意识形态的争斗了 阶级矛盾被淡化不说 到了后来 无产阶级的形象还被丑化得很严重 穷身奸进 富长良心 于是乎 让无产阶级做主角打恶霸打鬼子主角里 看不见了 鲁迅曾在文章《新的女将》里吐槽过一种现象 那一年面对小谷日军的试探 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国军 让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 许多文人想写点抗日作品 却不知道怎么下语 只好搞猎奇的路 鲁迅在文章里针对这种现象骂倒 练了多年的军人 一声鼓响 突然都变成了无抵抗主义者 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 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 屠夫成人 其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 想一声罗响 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 这段话用来形容那些歪乐的主旋律句 也是一样的精准 他们不懂历史 不相信我们的先辈们 有改天换地的能力 总想用自己贫乏的想象力 给英雄们增加一些 充满玄幻色彩的桥段 稍微走心点的 把贴近群众深入基层 理解为说脏话 虽然善待我 仿佛你会说几句脏话 战士和老百姓就会把你当自己人 瞎扯点的就是手撕鬼子 神功负起 真正的主角 无产阶级 工人农民 成了背景版 反倒是输着大背头的土匪 骑着哈雷摩托去抗日的奇葩出来了 时代已经不同了 以前的许多观众 自己就被地主 国民党日本鬼子欺压过 或者父母亲戚被欺压过 许多故事背景 只需要聊聊数语几个场景 观众就进入了角色 但现在很多人打出声开始 就不知道地主恶霸 成功极乐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国民党和日本鬼子 是什么东西 再加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忽略了意识形态战场上的斗争 所以看到那些 没把那个年代的背景 介绍清楚的艺术作品 观众就根本无法理解 人物做事的动机 无法与角色共情 也就理解不了先辈们的伟大 可能在看到敌人立场的宣传后 就被敌人忽悠了 就在我们近几天 热议抗美援潮时 我在一个平台上 看到有个作者 讲了自己去看 美国的朝鲜战战纪念碑的经历 他在那里看到了 美国军人雕香的脸上 全是迷茫不安 他觉得特别困惑 为什么美国军人这么害怕 还是不远万里前 去朝鲜半岛战斗 是什么支撑着这群人呢 碑文告诉他 这些战士是响应国家的召唤 去保卫一个 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 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 还有一个代表 整个朝鲜战战纪念碑 主题在碑文上写的是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连起来意思就很明显 美国人这个纪念碑 是想告诉大家 这些美国大兵 是为了去朝鲜半岛 保卫朝鲜人民的自由而死的 那我不仅要问了 保卫自由是保卫谁的自由 保卫李承晚伪政权 屠杀自己人民的自由 保卫美军在南朝鲜 侮辱妇女滥杀无辜的自由 然而这个扯淡的解释 居然把这个作者打动了 甚至让他对抗美人潮的意义 产生了怀疑 写了一篇朝鲜战战纪念碑前的陈思 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接受着自己国家多年的教育 却在短短几小时 得丝滑地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而且这种现象还不是一个两个 只能说明我们的爱规主义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当时在革命过程中的诸多理论 其实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 又运用到实践中并不断完善的 比如为什么要挡指挥枪 很多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结论 大家理解不了 在公知猖獗的年代 他们用了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 去曲解这个原则 有个公知甚至能说出 挡指挥枪的军队叫挡卫军 但了解革命历史人都知道 共产党是在蒋校长的412反革命政变中 被屠杀了大量的党员 终于意识到了 我们的党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 我们只会被反革命屠杀 才开始了漫长的武装革命历史 并且在后续的过程中 逐渐完善挡指挥枪这个原则的 可在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道上手宣传时 干脆就当复读机念稿 缺乏背景和典型案例分析 单纯的宣扬原则 就会让观众觉得难以理解 甚至误以为是假大空 是没必要坚持的原则 这就好比你做数学题 老师总是会强调 审题审题审题 但如果你不举例告诉学生 谁谁谁是怎么因为漏看 提干条件直接丢了十几分 那学生就是会觉得 你的叮嘱是啰嗦 直到自己因为没有审题 打出几几 而与此同时 西方的影视剧 好莱坞的电影 还无时无刻不在灌输 个人英雄主义 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 用英雄创造历史 代替人民创造历史 用民主自由世界 和专制政府对立的话术 偷换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对立 意识形态的阵底 你不占了 敌人就会占了 结果就是在 这类艺术作品的狂轰滥炸下 在民主自由 这一套宗教式的话语构建下 我们不仅被置于 落后文明的位置 原有的优点 还反过来被当成了缺点 在这种环境下 自私自利的精致立直主义者 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有集体主义思想 愿意奉献的无产天地 反而被当成傻子 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 甚至于当我们再次 拍起自己的主旋律影视时 和好莱坞的 个人英雄主义不像 反而成了一种罪过 良弊要去学习劣弊 高尚要向卑劣地学习 这等于是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 被人推到了穆斯科 还真正要去刀带路党 电影《芳华》里 有个叫刘峰的角色 这个老实人 专挑没人愿意吃的 煮破的饺子 给长途跋涉的战友 挑破水炮 为了给结婚的战友省钱 他连夜自己造了沙发 给人家送去 战友都叫他活雷锋 如果说上面这些 还算是小事 那他主动与被排挤的 何小平搭档练舞 拒绝领导安排 给他的进修和提拔机会 以及和真的雷锋 没啥两样的 他真的是按照 过去样板戏的主角的标准 在要求自己 但很不幸 刘峰赶上了一切 向前看的八十年代 他苦练的女神 是个成天想价 老外和大款的人 还在关键时候 诬陷他骚扰 被下放到作战部队后 刘峰在战场上 丢了一条手 难得回国被安排了工作 又因为收入太低 老婆跟货车司机跑路了 相比出身高干家庭的 老战友们 一个个当上大官 裁员滚滚 刘峰的一生 不仅没得到物质财富 甚至也没人再叫他一声 活雷锋了 刘峰的不幸在于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是集体主义下的生活方式 对组织有贡献的人 组织也不会亏大他 但在市场经济时代 组织在很多领域 是缺位的 芳华上映后 网上有一对情感号 写了很多 嫁人不能嫁刘峰的文章 疯狂diss这个老实人 对他公开出行 在几十年时间里 刘峰所代表的 这类人的评价 从最初的道德模范 到后来被人同情的老实人 再到现在被疯狂吐槽 不能嫁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虽然刘峰这个角色是虚构的 但他的遭遇 是上一代人中很常见的 现代的很多人 对他的嫌弃也是真实的 在这种社会思潮下 大家都觉得 阶级与阶级之间 没有啥矛盾 你没发财 都是因为你像刘峰一样 蠢不够能干 在那个时代 任性往为是追求自由 讲原则讲纪律 是不懂变通 会投机取巧 是因为你聪明 老实本分 那活该你爱骗 更有甚者 有些导演总是说 自己喜欢挖掘人性 非要在主旋令电影里 加入一些桥段 去展现自己对人性的理解 但他们不是在 为国攀登珠峰的 宏大叙事里面 硬塞一个 未来爱情的别扭元素 就是在所谓仓库的战役里 加入士兵偷看 送旗子的女学生 换衣服的猥琐元素 以至于现在一听到 有的导演要讲人性 就会让人忍不住 想要皱眉头 趋利避害 贪生怕死 这是人性 本能 但是保护自己爱的人 主动为了父母妻子 牺牲自己 同样是人性 在一些特定的背景上 人会克服恐惧的本能 超越自己 在淬炼中 蜕变出伟大的灵魂 可脱离了我们 原有的讲故事逻辑 又认同了西方的 这一套普世价值之后 那自然是再也拍不出 这种伟大灵魂 是如何诞生的作品 按照富二代革命的 故事模板 《乘峰》里的马仁星 马乘峰父子 其实非常像 爽文主角的开局设定 很符合他们的要求 历史上的马仁星 15岁从军 22岁从军校毕业 30出头就成了 国民党军少将参谋长 在爽文里 这种浩劫 也不得穿金带银 娶十个八个姨太太 可在现实里 作为爱国军人的马仁星 早早就和荣华富贵 安逸生活告了别 因为不满蒋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 马仁星在抗战开始后 秘密参加共产党 1941年 在秘密营救地下党员 身份暴露后 马仁星率领骑兵团 在山西骑 参加了八路军 他唯一的儿子马成锋 本来也能像爽剧主角那样 当个白马快刀 抱着妹子招摇过世的将军公子 但和父亲一样 历史上的马成锋 就是起义战士的一员 在掩护大部队撤离时 马成锋冲在最前头 吸引敌人火力 不幸重待牺牲 电影里这个灰头土脸 穿着破旧军服的野小子 在被下葬时 点个墓碑都没 儿子牺牲了五年后 马仁星也在四平攻坚战中 和国民党军 击战了好几个咒眼 在战场上被榴弹击中牺牲 因此在尘封尾声有一幕 是军人骑着马 扬鞭奋蹄 在雕像中 马的前面两个马蹄腾空 一般表达的是雕像主人 是为国报效 战死沙场 电影结尾放这么一个镜头 应该暗暗表达了 马仁星之后的牺牲 如果真想拍富二代抗战 以前那些导演 怎么就没想到 来看看马仁星副主的故事 在马仁星 曾经战斗过的吉林四平时 有一条人心皆道 但随着时光飞逝 很多人也并不知道 这条路子背后的故事 让虚构的假英雄霸占屏幕 让历史上的真英雄 沉寂无名何等讽刺 从这些年被喷的金刚川八百来看 出具不客气 现在文艺界 某些人的水平和立场是啥样的 人民群众其实很了解 为什么他们现在 纷纷转过来秀红旗 大家也是明白的 就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 连长批评高干子弟赵萌生 说的那段话一样 这是青年下放的时候 咱们压根不指望他们这些 能搞出傻了不起的创作 能做到不搞历史虚无主意 能拿出被按着头 写密集作文的态度 创作一个标准的样板戏 在事关民族国家 大是大非的立场上 不要歪 就可以了 中国是我的 可也是你的 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已经让人民群众的创作成本 降得很低了 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 需要有什么样的 文艺作品来守护 会由我们人民群众 自发起来创作推动 毕竟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的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